多的就是特別的節日 然後都會有很多的一些特別的東西可以吃 可是有一個我比較不能理解 就是那個 元宵 湯圓嗎 對 真的 但不是 因為我的這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 潑生芝麻 麻糬可以包黑糖 我們為什麼不能吃湯圓 不是 我說的不能理解不是湯圓 是這個一種說法一種道理 就是說因為 因為每一年比如說我們如果去下南部什麼的 然後那邊因為我們會帶小蛤蟆 然後每一個人都會開始就是問 你今天吃湯圓了沒啊吃湯圓了沒 安東他特別不喜歡這種軟爛口感的這種東西 像湯圓的這種 可是因為在那邊也每一個人都會一直都會 吃湯圓了沒 然後是說 吃了湯圓才會長一歲 然後他聽到了這個 他就馬上就要吃 因為他就是他想要長大嘛 他就是這樣的 所以長年一歲 就說一定要到 可是我覺得 就是為什麼你吃了湯圓才會長一歲 就是什麼道理啊 元宵節會吃湯圓 然後還有冬至的時候 會吃 那冬至的時候吃 就是代表一年四季 冬天過完 大家要長一歲了 所以會吃 為什麼元宵要吃呢 因為我們過年一直過到十五元宵節 元宵節等於是小過年 元宵節過完之後才算年過完了 那所以很多以前有一些 像我們做這個行業的 電視台 很多以前都是修到十五號 那十五號就是 過年嘛 團圓的意思 還有就是 也期待我們明年大家能夠團圓 那做法有點不同 因為現在幾乎都是機器做出來的 所以看起來差不多 但以前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都是手工的 它做法大概不同 我們這個元宵節的 看起來比較滑 比較嫩 比較圓 那另外的冬汁的 它看起來比較粗糙 因為要過一個歲 所以這個粗糙的就是 冬汁吃的 比較滑的就是團圓吃的 好酷喔 我們要多發出這種來賓嘛 對不對 好感人喔 太陽我第一次吃到那個 在台灣的時候就是 裡面是有發生的嘛 發生什麼事 沒有 發生口 還有芝麻 對… 然後呢 但是我這個是 通常是那個 加熱水嘛 所以滾一下再吃 我覺得太無聊了 所以我後來是改料 加在麻辣鍋裡 對… 麻麻辣的 沒有啦 可以耶 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發明的 我相信馬丁一定會喜歡 我是有牛奶加上 有些酒跟那個肉桂粉 所以你這個是牛奶加肉桂粉 沒有沒有 我那個牛奶嘛 加拉姆酒 拉姆酒 拉姆酒 然後加那個蜂蜜 然後那個肉桂 因為這個牛奶酒 是我本來是冬天的時候 就睡不著的時候喝的牛奶酒 就是牛奶加拉姆 然後就是蜂蜜 這非常好喝 然後轉的時候 我這個口感 覺得那個什麼 剛好裡面是發生芝麻嘛 甜甜的東西加那個牛奶 這個味道非常適合 沒有 其實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很像我們 瑞典的聖誕節的味道 哦 因為我們瑞典的聖誕節 一定會有一種就是牛奶粥 哦 就是也是就是 是用米的 但是就是牛奶啊 然後肉桂啊 然後有的人也會就是加一點 比如說拉姆酒 或什麼 這個就是完全就是那個 瑞典的聖誕節的味道 哦 真的哦 然後我覺得很棒啊 然後就是這樣子搭配這個湯圓 這好吃啊 很好吃耶 你還誤打誤撞到瑞典美食 我覺得把芝麻挖出來 再在湯裡揉一揉還蠻好吃的 不夠可愛啊 其實甜的吃都很適合啦 很好吃 我自己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發明 謝謝 真的 真的 謝謝 我喝的時候我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哦 對 真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這個 這個牛奶藍木酒跟那個肉桂粉 它真的很配合 不會覺得有什麼衝突 對嘛 真的 真的非常好 對嘛 而且它的湯裡面有那個蜜糖的感覺 哇 我第一次就是吃到那個蜜糖跟湯圓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會也喜歡甜的食物 所以兩個並起來我覺得是很對的組合 比雞草粥好太多了 你 真的 用鋪這句話 就是台灣最老的這一家創始店 所以你們剛剛推薦的全部都是超這一家的 Anyway 我覺得它的炸雞呢 我覺得它的炸雞呢 真的吃起來是 所有的鹹酥雞裡面最脆的 那我覺得為什麼會推薦它呢 因為這家店 它的這個種類非常非常多 大概有六七十種的炸物 對 然後單單蔬菜 你們覺得這家在哪裡啊 什麼 在哪裡 在大植 那就是吧 因為玻璃櫥窗的話應該就是 對 就是那個玻璃櫥窗的那一家 對 所以它 而且它的那個我自己覺得最值得推薦的是因為 它非常非常的乾淨 所以你就看 你可以看到大家煮的那個過程 都是可以讓你看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家非常的好吃 另外一個呢 很有驚喜的就是它的炸飛腸 對 在馬來西亞我們吃的肥腸通常都是滷的 通常要不然就是炒的 但這個炸肥腸你吃下去你就會覺得 你心裡很想吶喊 給我啤酒 對 可是講真的它肌肉的紹興味好重喔 對 對不對 紹興酒的味道很重 它有一個紹興酒的味道 另外呢我覺得很有 讓我覺得很驚訝很驚豔的一件事情就是炸湯圓 對 通常我們吃到湯圓都是在湯裡面的 又或者是我們吃火鍋的時候有時候會煮 但是這個炸起來我覺得你越嚼的時候呢你會覺得它裡面的那個香味其實是越來越濃的 是說這一家我自己也特別喜歡去吃 而且這一家是我朋友家開的 那我常常去那邊我覺得他們像你剛講的選擇超級多 然後每一次去那邊一定會排隊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 他們的油跟他們的東西都特別乾淨 因為我曾經帶我媽去吃一些台灣的腺素雞 他們會覺得看起來髒髒的 他們會不想吃 但是我帶他們去這一家 他就說這個我可以 那選擇也很多也有 但是我覺得有點可惜 今天你選出來的這幾個東西 我覺得反而比較好 還好 燙喜歡的 對 我沒有那麼喜歡 而且你可以在那邊的時候 你就是一定要加很多蔥啊 也可以加那個蒜頭啊 還有那個九層塔 你知道這些東西 那我最喜歡他們的一些那個 他們調味的粉 他們最後加的粉我覺得 滿不錯啊 它的...你說它的辣粉嗎 還是胡椒粉 兩個都喜歡 所以你在它這個肚皮吃很重口味 真的 而且中外口味真的大不同 對... 我真的覺得 認真 真的 我覺得它是 它的那個脆脆的 跟那個...它構思 它其他的 我覺得都太乾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結合 我個人最喜歡的 對啊 為什麼姜勳介紹的 會在第一名對不對 對 對 但是... 怎麼了嗎 你明明是最後一名是不是 不是 下面是 這些都是我 因為台灣的那個太多家了 所以我們選出來 上百上千家 對啊 前面 能... 向名單已經很厲害了 對 這家我也是聽說 它油特別乾淨 它會一直換 但是你知道有些料理 那個油其實 一直換它就不香了 那當然比較不健康啦 就你要自己去取捨嘛 那我覺得這是一回事 但是這個雞皮真的太硬 因為有些雞皮 你維持一點軟度的話 你放久吃還是會覺得說 至少那個脆脆軟軟有彈性中間 我剛剛一咬下去就覺得 好像在吃一些碎的石頭 是不是它沒有先淹過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太柴了 那我跟妳講 我們剛剛介紹那個通話街 那個對面那一家 的雞皮超好吃 我有吃過 好吃 薄的 對 然後因為我都會特別叫它炸酥一點 所以很像在咬洋芋片 你知道嗎 它就是很好吃 那一家 謝謝妳在表揚我們通話街 我覺得那個 韓國人都很喜歡去士林夜市嘛 士林夜市不是路邊 它都有賣一個東西叫 就是這個東西 洋圓 洋圓 因為我剛開始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一點其實沒有到 我很想吃 因為那看起來就是有一點小小顆嘛 但是我後來 我朋友讓我試 然後我吃了一顆很好吃 因為那裡面的感覺很像韓國的年糕 就是QQ的 而且裡面爆的是紅豆嘛 對 而且可以賣一盒一盒的 它很多口味 對 很多口味 然後一邊走一邊逛一邊吃 我覺得非常適合 洋圓妳們愛吃嗎 很好吃啊 我小時候很愛 我只喜歡吃綠豆沙的口味 那個有的可能就是 妳吃完正餐以後 買一袋 然後來邊走邊吃 對 你們為什麼會喜歡吃這個啊 對啊 外國人啊 其實我 我對這個不客觀 因為我對她有 有感情 什麼感情 什麼感情 就是這個是 妳確定她 會想要跟你發言嗎 哈哈哈 有有有 她幾乎每個月都跟 跟我在談戀愛的 每個月 嗯 我的前女友嘛 我的前女友是柯甲人 這個本來就是 客家料理嘛 客家美食 對 兩年前去那個洋美 洋美都是客家人嘛 是 然後那邊 這個就是台灣 古草味中的古草味 對 客家人都是用那個 蘿蔔絲 香菇跟那個 菜脯 嗯 對 都很台灣的東西 妳很道歉 對 她理解 我覺得怪怪的 第一個是顏色 綠色的東西這樣 就一定 不想吃 然後這樣內餡的肉 是像水餃 但是這個壁是軟軟的 是像墊的東西 然後我們法國也是 非常非常的少 有這樣 餡跟墊的東西放一起的 鹹甜鹹甜不行 我問妳要吃餡的 妳吃餡的 如果妳吃墊的 妳這樣吃很墊的 鹹甜一起的 怎麼會這樣 怪怪的 對 我們來說是很怪的 所以我 我的媽媽也是不喜歡 我們意大利人 反而很懂甜 跟鹹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非常讚 對啊 而且那個口感 我覺得重點是口感 因為它那個皮 有一點像帶妳 往摩扎機的那個方向 對 可是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Q 所以剛好 裡面包什麼 我覺得 包什麼都會接受 就是這個味道很奇怪 像說算了 就吃一口吧 還是不行 真的 我不是 它裡面是又包什麼 因為那個菜脯啊 菜脯啊 菜脯啊 蘿蔔絲 蘿蔔絲啊 我來我來 香菠絲 香菇 豆干 跟那個菜脯 蘿蔔乾 專業 對 因為這個 因為這些食材 弄成這樣 他們可以保存 對 因為都是 很多都是骨舌餓保存方式 做出來的 對 就跟泡菜那種一樣 阿斯汀呢 怎麼今天會來 我也很大門耶 沒有 這個裡面的東西是 還有其他的食材在用 還有食物在用嗎 菜脯在那個蛋裡面就會放菜脯呢 沒錯 就有蛋裡面的菜脯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吃這個我就感覺好像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突然要回憶一下 但是我一直想不到 我到底吃了什麼東西 會不會就是超阿貴本人 很有可能 但是這個我覺得再熱一點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更Q耶 這個熱的 你覺得它不夠熱是不是 對 現在拿出去微波 好好好 謝謝 他們喜歡這個口感我很訝異耶 對 因為我大部分的外國朋友 他們都討厭吃這種黏黏糊糊的 對 而且他們會分不清楚 那是甜點還是鹹食 對 而且外國人其實對顏色 是非常敏感的 綠的 對 他覺得那種髒髒的 綠綠的 或者是那種不是很可口的顏色 他們都 通常都不太敢透 請問第一眼看到綠色 會讓你害怕 不敢接觸了 舉下手好不好 我第一次以為是那種 日式的麻糬甜的 但是不會怕 你以為是抹茶那種 對 所以其實超阿貴 因為大致上老外好像接觸度蠻高的 但我們也還蠻驚訝 對啊 我以前在學校住校的時候 很喜歡泡麵茶 而且都不用泡的 我直接吃粉 對 而且那後也是 小時候幹嘛 有賣那種 一塊錢一包那種粉 對 一定要直接吃粉 好好吃 這個粉的事情我不知道 可是我第一次 我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吃了這個 這個不知道 這個現在用說喝還是吃 因為它其實很濃 對 其實正常應該要更濃 要更濃 變成類似一個濃湯 對 我就第一開始看到這個東西 我那個不太敢 可是我 我要講一個小故事好了 因為那個時候 然後我在鹿港 我又跟一個女生約會 然後我很喜歡他 他有帶我去逛那個鹿港 然後他有說他想要介紹一個 非常非常道地的東西 那我那個時候已經準備要 要請他 可是呢 後來 他有幹嘛 他不然因為 可是後來 這什麼故事 為什麼要褻瀟我們的米蕾 可是呢 後來他有帶我去 我帶你去吃一個非常道地的東西 大概就是買一碗米蕾 給我 那我就 喝了一口的時候 我覺得 噢 她很好 就很好喝 花生 芝麻 你的 等一下 那 但是我喝了完這個 我就決定 我這樣 我有那個後味 我不敢親他 所以後來 這個的後味 我應該蠻香 很香 應該更想親他吧 更想親才對啊 我覺得那個味道 就不適合 對 但是吃起來真的是非常棒 我最近所有外國人再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超厲害 老賈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很順耶 我一開始覺得會好像那個 那個花生醬很黏耶 但是 我覺得這個配比如說 巧克力 或是香草冰淇淋 加熱的這個 你到底要把我們的古早味 對 讓她更進化 OK 對 那欣賴你覺得咧 我覺得這個是感冒的時候 或者是肚子有一點餓的時候 可以吃 媽 為什麼不行 因為有的時候女生想要減肥嘛 但是不能吃太多 我覺得 低調也沒有肥皂高 這個減肥應該沒什麼幫助我 你知道這個是怎麼做的 量很高耶 這個是拿麵粉在鍋子裡面炒炒炒 炒到變這個顏色再加糖 真的喔 所以等於是吃麵粉耶 裡面有花生嘛 對皮膚也很好 你可以加花生 因為超乾的 然後我嗆到刀 幾乎無法呼吸大概30秒 我是一個很強壯的一個大人 但是小孩會死掉吧 會 其實這個很危險 因為以前我也被給到好多次了 然後你給到的時候 就想說我到底要不要喝水 因為喝水它會捧起來 沖淡的 我對這也完全很奇怪 你還要對他好失望 沒有... 真的是因為就是 好 他的賣相 就可能就是 我看他這個 然後這種可能就沒有很有興趣 但是他吃起來其實還蠻好喝 吃 只是 它有一種奇怪的一個味道 我不知道是什麼 它就是會讓我一直都是想要 一點點 然後就說小口小口 我不要一直吃吃吃 但是小口吃 然後等了10秒 然後再來一口 麵壁是我兒時回憶的第一名耶 而且以前就真的是像小禎姐講 我們會去那種雜貨店 像老街啊 都會賣那種黃色這樣一小包 一包只要一塊錢 然後以前有零用錢的時候 就會拿去 很霸氣的給那個阿嬤說 10塊我要10包 然後就一包一包這樣吸 然後那時候都是附這種 附吸管 對 附這種硬的吸管 然後你在喝的時候就會有一點刺激 因為有可能會嗆到 所以就會這樣 什麼刺激 因為有可能會嗆到 所以你就要練 要從鼻子衝出來 對 要練那個技術 對 就是你吸太用力就太興奮 然後就從鼻子上去 所以我小時候到也在忙 吃這個很High耶 而且我有時候還會介紹給我朋友 我記得我一個外國朋友 跟我們去老街過一次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東西你一定要使 然後他就說這個是粉啊 他就會想要把它倒到水 我說不行不行 一定要用吸管去吸它 然後他一開始拿到這個吸管 就想說那是粉 他就會這樣看我 他說 他就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這樣販賣 感覺是在犯罪 所以外國人不能接受 對 因為我陪 我 這不是想要嗎 什麼鬼啦 幹什麼東西啊 你剛剛為什麼要模仿Michael 什麼鬼啦 你怎樣啊 沒有 因為那個醬太好吃 我剛才把它喝掉 然後被那個辣椒 他不小心碰到我鼻子耶 到底誰喝辣椒醬啊 那個醬很好吃耶 裡面有香菜耶 那你就問真的 你喝幹什麼 來不及 我已經喝掉了啦 你要不要給我多一點醬耶 我有 我有 你喝我了好不好 我也有 我給你喝啦 可不可以不要打擾我們的路易 Tasha呢 對 因為這是我同事給我推薦的 我台灣同事給我推薦的 本來就是我們全公司 就是一氣團購買 因為這樣子比較划算 可是 因為我 我是本人真的很喜歡吃水餃 可是這一家是我最愛吃的 因為我第一次買 就是我回家住 我就發現它的食材真的很新鮮 而且味道非常的豐富 而且它的選擇也很多 可是這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的蝦子是正顆啊 然後很大顆 然後我還有發現其實也不貴 因為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麼大一顆的水餃 然後它的食材這麼好的水餃 這個價錢我覺得不算貴 你買這個辣醬也是一起送的嗎 辣醬是我 辣醬是個介紹 對 其實我俄羅斯朋友 他因為我們早上也會吃水餃 可是我們也是比較簡單 我們只有煲肉 可是台灣的可以煲很多東西 有煲肉 煲菜 還有煲銀幣啊 軟糖啊 對 就是過年的時候 有煲銀幣 對 我們也有 可是我們不是煲銀幣 我們是放很多很多胡椒 然後如果就是這個人知道這個胡椒的水餃 就會像杜立鋼一樣 沒有 其實代表說 為什麼 因為當下很痛苦是不是 就乾淨真是 大難不死 大難不死 好幸福 可是一顆十塊其實不算便宜 可是現在差不多成本都在這裡 因為看他用的蝦子的那個 那個成本 因為蝦子真的很會 對 所以我就是在家裡住 就是因為我朋友 他有一次來我家 然後就是我租給他吃我兒子朋友 他說 他覺得那些蠻痛苦的 或者就是有放冷凍庫的東西 不會好吃 可是他吃起來就說 真的很好吃 他也覺得比外面賣的 就要在睡覺管賣的 沒有那麼好吃 嗯 水餃家裡永遠備的 是一定會吃的 對 才有的好朋友 而且你問大部分的外國人 他們才能接受 台灣的什麼 什麼那種小吃的 或者什麼的 一定會有水餃 因為是外國人就是很喜歡吃那個 那個味道的 然後我自己也是發現是因為 我一個前女朋友是高雄人 然後 因為有時候我們工作回家的時候 都很晚嘛 所以就是來不及去 外面就是買一些健康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女朋友就是 有幫我團購就是這個東西 跟他的一些朋友 然後就帶回家然後吃 因為他只知道我喜歡水餃 可是 感覺好像 兩個我最喜歡的口味都混在一起 就是剛剛好 就那個高麗菜跟那個什麼 蝦子啊 而且蝦子感覺好像 不會是那種 放在冰箱還是什麼的 會爛掉 它是很 很飽滿的感覺 紮實 對啊 那你喜歡 很喜歡這家的 所以外國人都喜歡水餃 很喜歡啊 那如果水餃店呢 就是如果女生回去 發現她的水餃店 你沒有吃過這種虧嗎 我很單純好不好 那個打開看到會很生氣 你 團購通常都是冷凍嘛 但它完全不像是冷凍的水餃 它咬的時候那個汁都會包出來 你覺得韓國水餃好吃還是 不一樣 講得不一樣 你老師說了好不好 對啊 就是網上去 你不要吃很多 相信 沖一波好嗎 台灣的很好吃啊 台灣的很好吃啊 台灣的那麼多萬嘛 沖出來了吧 台灣的那麼多萬 對啊 那你講真的是不是 這個台灣的水餃真的比較多元啊 包超多東西耶 包玉米 包泡菜什麼都包 對啊 這是我第一次聽凱傑講的東西是對的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這是誇張嗎 第一次喔 第一次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超不適應台灣的料理 然後就每天我只有吃炒飯 然後第二個東西就是水餃 然後連續這樣子吃了兩個月 那難怪 因為其他的東西我覺得 怎麼難怪 他都吃澱粉啊 都吃澱粉啊 對啊 就是澱粉 但是最近 所以我就是現在要講這個 就是最近我在減肥嘛 那因為 什麼 我在減肥啊 他已經瘦10公斤了 我已經瘦10公斤了 我要繼續 而且我這個月 我都沒有再吃澱粉 所以我不知道 是我剛吃那個澱粉 就是特別的興奮 還是 還是這個水餃特別的好吃 你看他真的已經瘦10公斤了 可想而知 這10公斤真的微不足道 對啊 快出來 不是 你繼續要說 講不出來 講大聲一點 大聲 不准這樣講 他耳垂瘦了 耳垂瘦了 對啊 我真的有瘦耶 有 而且我要繼續 我要繼續 再給我一兩個月 加油 還有多少公斤 應該還有個20吧 你這樣子講是對的是不是 你還是可以吃水餃 不能講20公斤 不要站起來 對 不要講20公斤太不禮貌 他還有一個薑薰要送 也太多了吧 我整顆吃下去 吃到最後剩下的是蝦仁 他裡面的料 你就覺得他的蝦仁 是占很大的比例 所以我剛剛吃吃吃 然後最後怎麼還有蝦子 真材實料 真的真材實料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水餃 但因為我覺得水餃有皮很容易 會煮到有點爛爛的 可是我覺得這家不會 他剛剛的那個皮很QQ的 很有咬勁 所以我覺得很OK 然後回去團一下 皮也不會太厚 對 就適中 皮包好現多 水餃很好吃 而且真的是說 外國人是最愛就是要吃水餃 真的 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應該是第一個月 都是一直在吃水餃 真的嗎 等一下 為什麼我講的時候 你就說難怪 他講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講話 因為他只有吃水餃 沒有吃炒飯 所以他 對啊 OK 兩個人體質不一樣 他吃了一個月還是 明顯啊 要夾什麼 對啊 你忘了我們那個曾經做的 KTV美食 大家老外全部大推水餃 他們都超愛吃 對 可是一般老外 不是又不說水餃裡面 包的是什麼肉 他不知道 所以他會害怕 水餃通常都是豬肉 都是豬肉 對啊 你們一開始會害怕嗎 不會 因為你就是簡單 裡面有高 我那時候喜歡吃高麗菜跟韭菜 韭菜 這兩個 韭菜你也可以 韭菜很好吃 對 但是放屁的時候會有點臭臭 韭菜 像很多外國人都喜歡水餃 因為這個是在國外也是有很多 那為了給你們了解 給你們 不要 為了證明一下 我到底有多了解台灣 唉唷 最好吃的水餃 錢櫃 真的 蛤 錢櫃的水餃 牛肉麵我也覺得是錢櫃 錢櫃就是牛肉麵跟水餃 對 因為有這樣子嘛 有一次有一個英國朋友他來這邊 然後我帶他去頂台風 因為這個很多外國人都會去頂台風 對 然後是很好吃 我帶他 他覺得哇好好吃 後來呢我就帶他去 唉我們去唱歌一下嘛 然後去唱歌 然後因為已經是晚上嘛 已經就是有一點宵夜嘛 我就點了一盤水餃給他 喔他就愛上了整盤都吃光光 然後後來他也就是說哇 因為他很喜歡這個 在英國他現在通常都會去那種亞洲 那種場店啊 然後買一些冷凍的自己在煮 可是他從來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 也沒有想到最好吃的 而不是在水餃店 是在錢櫃 真的 是不是因為你前面有喝了半瓶威士忌 那就吃了 沒有 沒有 因為 因為他隔天 他說我們午餐可以去錢櫃吃水餃嗎 然後我還叫他去水餃 然後他還問我說 欸你可不可以幫我帶 問他們一下 能不能就是帶一些冷凍的 然後他想要帶回去 哇 好誇張 我覺得他皮蛋瘦肉的時候也超好吃 對他皮蛋瘦肉更好吃 我以前homes day的時候有沒有 那時候我們就是 很想吃這個台灣的東西 然後我跟我那個同學 也是台灣來的 他們好不容易去超級市場 找到了一包冷凍水餃 只有20個 就20個 一定超貴 而且很貴 非常貴 我們買了以後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借那個 Homes day的 你出國果然學壞了 20顆水餃貴成這樣你也買 那個時候你吃到你真的你會哭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去那個 Homes day跟他們借廚房 我們把它煮 因為我只煮而已嘛 那煮了以後那就是因為 只有20顆嘛 那我跟我那同學就覺得 一人20顆 我一個人我都吃不飽了 對不對 那我們想啊 沒辦法 那我們就是 因為Homes day那個 這個Homa跟那個 她那個小孩在嘛 我們就想說啊 那不然就是一人8顆 我跟她一人8顆 二 八 一 十六嘛 剩下四顆 就兩顆兩顆給他們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主要好 就先端一句 好小氣喔 太小氣了 Homa1人2顆2顆 不然20顆你要怎麼分 有四個人 當然是一個人5顆 5顆啊 你數學是爛爛爛什麼 一個人5顆 我吃什麼 5顆啊 就是5顆嗎 你用生命吃啊 你重點不在於幾顆 重點在於說 我們就給他嘛 他說啊你們常常看 我們這個是水餃這樣 常常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8顆 大概不到5分鐘 我跟我同學就吃完了 對 因為太開心了 終於吃到水餃這樣 那完了以後我們想說 那我們要幫他復原嘛 就是要把他 該洗的該弄一弄嘛 那我們要洗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跟他們把他們的碗塊 再收回來這樣子 去收回來的時候 他們原封不動 兩顆兩顆還放在那裡 開心啊 你們就一人十顆啦 對 後來我們是一人十顆啦 對 可是我們很想說 奇怪這是怎麼樣 不喜歡喔 是他們有點不開心嗎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東西 給他們他們去不吃 還是你沒煮好 沒有沒有 後來我們就偷偷問那個 那個兒子啊 那個兒子我們比較年紀相近 有什麼話可以講嗎 他就是說 他不知道裡面是包什麼 喔 所以他不知道 會害怕 對 因為他說你們華人 好像很多肉 你們都吃喔 尤其你們又長得變態變態 對 這個是比較貼切的答案 對 因為他不知道裡面包的是什麼東西 對 就碎肉啊 對啊 他們自己也會吃碎肉啊 絞肉啊 絞肉啊 這不是這個問題 有一些美國人真的比較 沒有那麼開放 像我媽來的時候 他也不敢吃水餃 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看不清楚 他們到底是包什麼肉啊 是他們自己有洗手嗎 那或是他們髒髒的 或是幹嘛 他會比較怕 天啊 這不是標配嗎 對不對 標配那個醬油 哇 太棒了 他的醬油真的好棒 對啊 重點就是那個醬油 怎麼今天會沒有醬油 對啊 而且就是要熱熱的時候 用手拿 對 而且它那個醬油裡面的大蒜 這樣配下去 太棒了 真的 才是美味 而且你一咬下去 裡面那個高麗菜的甜 還有那個薑的味道 就是這一家了嘛 完美 真的 對不對 剛剛那個 我們街坊有講說 這個層次很多樣啦 口感甜甜的 你們真的懂嗎 這個 這個是誰推薦的 我啊 是不是 阿滴 當然了 一定的 因為大家都是 就是配對的嘛 一定是要的 我們剛剛說的就是一定要的 然後因為最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我妹妹 跟她男朋友一次來台灣嘛 然後他們就是第一次來這邊玩 然後我就是想說 那我當然要帶他們去看看什麼 是KTV 因為國外就比較沒有什麼KTV嘛 然後台灣的KTV又特別 因為這麼多美食 然後我帶他們進去那邊看 然後就幫他們點了一份水餃 他們就愛上了 然後一整晚都是在那邊一直點水餃 抽完了點水餃 吃完的就又要吃水餃 一直都狂吃 而且他們是說 就是這次是他們來台灣吃到 然後後來他們也是說 他們想要再去KTV 不是因為唱歌 因為他們真的不想吃唱歌 他們就是午餐說 我可以去KTV就是 對啊 要點水餃 超愛的 然後他們後來也一直都是想要說 那他們有沒有那一家的 有沒有在外面賣啊什麼 冷凍都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想要帶回去倫敦 然後我還特別就是上網啊 去查什麼的 就是到底有沒有 可不可以買到他們的冷凍什麼 但是我都沒有找到啊 你下次可以去點一盤水餃 然後牛肉湯 但是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水餃放在那個糖尺上面 然後把一點牛肉湯放進去 然後那個醬油醬放在上面 然後這樣 那你就 牛肉湯小就好啦 直接吞下去 你會覺得 哇 好爽 好好吃 我覺得 我覺得 對 對 很會吃 但是我覺得 我也是很喜歡吃水餃 但是我覺得 吃水餃的時候 要注意一個點是 就是 我覺得冷的會 會比較硬 我覺得它冷耶 超好吃的 我覺得還是推薦熱的時候吃 對 哪一個食物 你不推薦熱的時候吃 涼麵 韓國人 韓國人 好快喔 對 得分 看到沒有 美食家就是美食家 不得 我們有炒蛋 煎蛋 或是煮蛋 這是一定的 還有麵包 起司 這個是鹹的早餐 可是我們比較喜歡吃甜的早餐 甜的早餐 就是一定有餡餅 餡餅 這個就是餡餅 對 那個是水餃 早上吃水餃 對 他們水餃很特別 我們的水餃很特別 跟我們水餃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的 裡面的餡料怎麼是紅色 水果 水果 對 是甜的 是甜的 是有水果 草莓的水餃 或是蘋果的水餃 草莓 哇 蘋果的水餃 草莓的水餃 到底什麼概念啊 如果有一天 我去八方雲集 我說 二十個蘋果的水餃 然後是一個草莓的水餃 好開喔 你去點看看 然後那個這邊是我們的奶酪 奶酪 因為這是比較傳統的 所以我們喜歡用奶酪 然後裡面叫水果 或是水果醬 這合理啊 這個也比較甜的 然後我們也很喜歡吃的 我們也有很多醬 我們有買片啊 我們也有錢買片 錢買醬 還有白飯 白飯我們怎麼吃 我們先走白飯 然後加牛奶 然後有一點糖 所以甜的 對啊 所以很好吃 所以你們都吃甜喔 都 他們白飯是吃甜的 比較喜歡吃甜的 加糖 為什麼我們不喜歡吃甜的 像我們很喜歡喝咖啡跟茶 可是我們不喜歡加糖 所以咖啡比較苦苦的 很苦 然後你吃甜的 其實很好吃 好 觀眾朋友不好意思 最奇怪的部分已經過去了 超級了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獎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在那裡 臘小鈴鐺